真言二十一章三十三十一节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人的聪明和智慧是无法与神相比的 人也不能胜过神的谋略 马在古代有许多用途 甚至成为战争的工具 早期的巴比伦、埃及等帝国 都用骑兵作为攻击的主力 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 骑兵仍然是作战的主要军种之一 有马的数量可以决定军事力量 但是自古以来对以色列人来说 战争的胜败却在于耶和华